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这竹花好生眼熟啊 这姑娘到底怎么死的 额头碎裂 颈椎断裂 若说不慎摔倒 可在台阶上身亡 也可 若说是被人暗害 也可 你们都是地方上的好武座 接着差事只许坐好 不许外传 否则的话 就是个死 小人明白了 不许外传计 不许外传计 丧仪的事情 务必处处仔细 是 眼泊前儿虽然不是在宫里 但是一样要体体面面的 是 大型皇后的丧仪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 再去查看一遍吧 喳 姐姐 嘉妃妹妹 你有着身孕怎么还过来了 一想到大型皇后 便伤心得难以赴免 所以想来给大型皇后磕个头 家妃娘娘 对大型皇后的恭敬 真可谓是后宫的表率 我有什么可表率的 大事当前 臣贵妃姐姐说什么 自我而始 无有不从 一定以姐姐麻售使臣 姐姐 大型皇后不在了 许多是谁做的出色 就有可能成为季后 同样都是贵妃 宁可有儿子 别被她比下去 谢谢妹妹 若以后真有那日 定不忘妹妹今天的提点 可欣 在 转告贤贵妃 今夜请她早些休息 明日再一同来料理丧仪 是 娘娘让您今天先休息 明天再准备丧仪的事 替本宫多谢淳贵妃 是 大型皇后方才崩事 便有人忍不住要出这个风头了 这个时候 事情总得有人料理 淳贵妃心细 就由着她去吧 淳贵妃的事情可以由着她去 但方才姐姐提起 皇上说 大型皇后临终前 不认曾经伤害咱们的种种 这事也由着她去吗 海兰 大型皇后如此在意复查事的荣耀 有些事 也许她真的不会做 我们会不会冤枉她了 我倒觉得 为了她的族人 就算是她坐下的 她也不会认 有些事就算不是她亲手做的 阿弱的事 惠贤皇贵妃的事 和她一定脱不了干系的 人也过身了 说也说不清了 你说我们和皇后娘娘 纠缠这些年 正来夺去的 海兰 这往后的日子又会是如何 谁知道呢 姐姐 有些事 真不能想那么多 旁人的人生 可以山帆就简 安稳过一生 可咱们的日子 一脚踏进了紫禁城 注定就得过上 今日重复昨日 永无止境的日子 咱们只能竭力地活着 否则 明日躺在那儿的 就是咱们自己了 这些话 是姐姐当年教我的 我一直都记得 苏练 是你的意思是 有些事情 有可能苏练之情 而大型皇后未必知情 苏练是大型皇后的心腹 她的所作所为 难道不都是 受大型皇后指使吗 大型皇后出身归宿 哪里懂得什么食物 性温性寒 便是什么蛇眉隐蛇之事 也是丝毫不懂 你的意思是 除了宿恋和大型皇后 还有人牵涉其中 背后指点 大型皇后平日 除了与惠贤皇贵妃 来往较为密切之外 还有谁 成贵妃 家妃也常常来往 但家妃与惠贤皇贵妃 面和心不和 家妃平日口无遮拦 是个直性子 纯贵妃心里只有孩子 其他也没什么 那奴婢也不知了 总不会是 复查夫人指点吧 罢了 你肯跟朕说这些 已经很好 朕许你出宫 好好度日吧 奴婢多谢皇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皇后娘娘 你与王庆害了奴婢一生 奴婢也为奴不周 就让奴婢到殿下再跟您请罪吧 皇上 苏练之死有眉目了吗 是